继续今天的十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 2023年4月已经涨过电价 不过传出今年4月还会再调涨 另外自来水价格也沿你要调高 恐怕会形成水电双涨的情况 入住饭店放松度假 少不了要享受饭店内设施 户外游泳池 夏天除了泡水消暑 还可以享受美景 为了要达到绿色循环 原本最大用水量的游泳池 也可以回收再利用 经过处理 作为灌溉浇花以及花园蓄水池 在多年前我们就有设置了 就领先了各个饭店 设置了五台造价将近两百万的 一个双效热垒 那这个热垒呢 它除了能够就是加温 我们领域这边需要的这个热水之外 那么同时呢 它也可以冷却 就是在这个空调这边需要的这个冰水 自从装了这个双效热垒之后 我们的这个节水啊 节电大概有节省在 超过百分之四十以上 在饭店的房间内呢 上水龙头有加装省水的设备 而另外也希望续住的旅客 可以减少像是毛巾 或者是床单的换洗来减少用水 因为像这样环保节水的观念呢 已经成为各大产业的重要方针 目前国内民生用户每月五十度以下水费 大约两百到三百元 占台水用户数百分之九十二 已经严拟针对低用水户不涨反降 调降幅度可能超过百分之二 用水大户线阶段水费是以四级距的标准 未来可能会有调伏 会朝向说 尽量不影响到整个民生的一个用水 那至于说用水量比较大的一些 这个工业的这些厂商 我们会检讨整个急剧 让这些用水大户 在用水的部分能够来做一个节约 对整个供水的稳定会更有帮助 目前这个议题 还是在公司内部的一个讨论 超过两百度 一千度到四千度的用水量大户 目前占台水用户的百分之八 用水量占比高达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未来如果拉大急剧价格 用水量越多缴费越高 其中用水大户是电子业 钢铁业 纺织业 以及水泥 其中像是台积电因为用水量大 也有节水措施 包括厂房系统 用水减量 增加废水回收等等 另外在制造业 则有业者开始走向永续经营 这一颗颗不到一公分的碳酸粒子 其实是造纸的原料 一改传统木浆纸制造 需要大量用水 这种石头粉取代木材 不止减碳 用水量也大幅减低 因为我们的制程 不需要这些纤维 也减少很多这些强酸强碱漂白剂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不需要怎么去用到这个水 那我们的材料里面有差不多是80%的石头粉 加上两层的胶 所以在整个一个粘合上面 我们就不需要用到些水来去做这个浆 所以我们的一个制程跟这些木浆纸的一个制程就比较不太一样 以制造一顿的石头纸来看 可以减少砍伐20棵树 也减少2万公升的水 迈向环保 也因应未来水费调整的制造成本 台湾水价是世界第三低 也将近30年没有调涨水费 根据数据 2023年台水亏损达到43亿元 要如何让台湾水资源达到最有效运用 符合经济效益 人得审慎评估 其实耗水费的开征 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就是说 今年用水比去年用水少 或者是它可以骑入一些节水的方式的话 其实耗水费可以是减免或者是免征的 基本上不太可能在一两年发生很好的效果 可是在比较长期的话 企业就变成需要去检讨自己的用水 去改善它的流程 不管是四段或六段 基本上让它是更有弹性 更有弹性的话 其实会更精确的针对一些用水户 让它有更大的诱因 目前四月调升电价的风声越来越高 用电大户半导体业首当其冲 外界预估调幅将超过一成 迎来水电双涨 企业工厂就得思考如何节约或转型 才能减低成本 TVB新闻于心汉流军台北采访不到 再来看保险诈气事件频传 不同类型的手法都有 包含像是假阳性快篩 诈领保险金 以及假瘫痪失能 假车祸等等 受产险业者的资讯安全 两年来有些项目改善 有些项目倒退 资安业者针对台湾保险业 发布资安曝险调查报告 金融保险业 对他们的资安风险是最直接的 对那因为金融保险业 直接拥有许多客户的个人资料 交易的资料 甚至健康的历程 然后甚至说财产 所得信用卡等等的敏感资料 金融业云端供应商 成为潜在的攻击目标 性形态保险销售模式 可在官网上销售 若资安出现漏洞 广大保护可能成为受灾户 去攻击保险业者 我可以直接得到大量的 通讯资料个人资料 那就可以直接用于诈骗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他一旦骇客完成攻击 他掉出去的个资 不是一笔两笔 绝对都是数万笔 数十万笔有效个资 对那所以他的防御 是必须做到滴水不漏的 资安公司帮保险业者把关 避免保险公司成为 骇客攻击民众的管道 而其他方面 保险公司也面临到另一项风险 就是保险诈骗 之前就发生过一名兽医 制造假车祸 获得两家保险公司 理赔八百五十万元 因为疑点重重 遭保险公司搜证报警 兽医被一诈欺罪送办 新市局警方统计 近三年来保险诈欺案件 2021年40件 2022年47件 2023年37件 三年共124件 破获率达九成 平均每一件 他们的财存金额 大概是两千多万 其实大概八到九成的案件 都是由保险公司 他们自发信 他们会去做一些检核 或者是收集相关的资料 然后来给我们当作一个 侦查的一个发动 然后我们依据相关的资料 其实会发现说 其实医生可能跟黄牛之间 或者是保护之间 是有所关联的 保险诈欺事件 手法多元 近期又以假阳性快篩 假瘫痪失能 假车祸为大宗 其实每一种保险的标的 它都可以是一个 诈保的一个目标 那它也会与时俱进 去年跟前年的时候 这因为疫情的高发 非常多保险公司 是因为防疫保单的案件 然后造成他们的 这个损失非常的巨大 那我们也查出 有许多不肖的人士 透过这个假的检体 或者是在网络上购买 他人的检体 然后来申请理赔的状况 第一线的保险业主管观察 疫情后国外旅游大爆发 甚至也有人挑 旅游相关产险下手 诈保集团会把民众带到国外 然后旅游的名义招待他旅游 但是会开假的医疗证明 那他回国一样可以申请 健保的核退码 跟保险金的申请 然后第二种是 之前有那种比较大象核心事件 就其实我们保险理赔 对于剖腹产的定义是 必须要是必要性 比如说产生持质 或胎位不正等等 那很多孕妇可能是没有这个问题 但一样请医生开立 必要性的剖腹产证明 这个比较常见 那第三种可能过去比较常发生啦 有些人他可能是 买了医疗险或意外险 然后制造故意行为 让自己发生事情 或是帮小孩买 帮家人买 制造假意外 诈保案件仿不胜仿 业者通常会义务告知客户 切勿以身事法 首先第一个是 你不要把你的健保卡借给别人 因为发生什么事情你会不知道 那第二种就是 你真的要把保险当作是 你发生事情的理赔 而不是想用它来赚钱 所以一定要避免你要假住院 假就医 甚至你要请医生 开不实的诊断证明 这都会让自己 有背上刑法的责任 那甚至有些医师跟业务员嘛 明知客户的状况 不是实际情况 但是他还是选择 在文书上不实告知 那也会触犯刑法 二一五条 就是行使业务之人 有不实登宰罪 诈保触犯刑法 三百三十九条 可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乏所得也将被讨回 为了贪图不属于自己的钱财 铤而走险 实在得不偿失 TVB新闻张志明 文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好 继续要来关心这个话题 大学生的压力是不是很大 根据调查 去年大学生当中 以大三学生压力最大 反映的是疫情后 学生重返校园 学业跟人际关系 得重新适应的相关问题 甚至现在有43所大学专院校 要实施所谓的心理假 有开始在讨论 但目前我知道 有心理假的学校 也还没有到很普遍 但就是应该很多学校 都有提上那个议程 大四学生Nancy 虽然就读的学校尚未实施 但心理假在大学生群里 早已不陌生 引发学生的讨论和关注 学校一直以来都只有病假 那现在一开始有心理假之后 就表示大家更在乎 大家的心理健康 如果请心理假的话 我不会想要 大肆宣传这件事情 那如果我知道 我的朋友请了心理假 可能会传个讯息关心她 Nancy认为心理假是有存在的必要 而且得跟病假有所区别 针对的是情绪心理状态 尤其从高中刚毕业 进入大学生活 到即将踏入职场 准备毕业的大四 心境和压力上都会有所转变 大三大四 因为现实状况 所以逼不得已就一定要 需要去想一下未来需要做什么 可能需要实习或者是需要找一些未来的出路 确定自己的方向 所以相对来说会更迷茫一点 会更有压力一点 根据资商心理师工会全联会所发布的 网络上课 然后缺乏跟同学大学生 就是大学校园实际的一个师生 同才的一个互动 大三的学生普遍呈现出来的 就有一个是学业 学业适应的压力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人际 从线上上课回归实体 学生心态上也要花时间调整 尤其大学生活前涉很广 不只课业校外实习 再到人际关系感情 甚至到未来职业规划 进入大学宛如小型社会 比高中更多自主时间 推出心理假也代表 学生心理健康逐渐受到重视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 112学年第一学期 总共有39所的学校实施了心理假 第二学期预计还会有四校跟进 教育部目前的态度是予以尊重 但是也要沿拟相关的措施 来提供各校参考 毕竟这是一个新形态的请假类型 推出后也有挑战 一旦学生请了假 是否会被标签化或歧视 另一观点是 这个心理假又该怎么判定标准 会不会沦为合法翘课的工具 以全台第一间率先实施的中山大学来看 第一年111学年 请假一整年 共有662人次 占比3.83% 接着112学年度上半学期 请假人次是601人 其中或是期梦考这些重要的考试 你要请心理不释假的话 是要附上证明的 但是现在我们请一般心理不释假 是不用附证明的 但目前没有发现所有滥用 以中山大学来说 并没有限制心理假次数 同时也不能被列为初缺席扣分原因 采取比较弹性的做法 当然也透过这样的机制 学校就能掌握学生的心理状况 学生请了三次 就是到第三次的时候 我这边就会收到 学生请三次心理不释假的通知 会主动联络学生 他是不是有需要 比如说资商或是医疗相关的资源 外在的单一事件的因素 还是你其实心情的郁闷 他已经连续一个月 或者是超过一个月 而且会让你整天 就会陷在这种负向的思考 想要哭的一种状态 或说食欲睡眠上面 都会有影响的话 那可能你就有忧郁倾向 那你要做这样的自我减和 出发点是善意的 可是我们不要去滥用资源 固然是美意 也能适当启动辅导机制 但要让这个假发挥真正功能 特别新闻叫浩文周渊轩 台北报道 来看周年超前部署 老年的生活 有许多人重返职场 现在拿的就是松露盐可送 这是红豆面包 对待客人态度亲切 56岁的张妈妈 当全职的家庭主妇快20年 如今小孩渐渐长大 让她有机会重返职场 外出工作 其实我离开职场已经17年了 那因为小孩子长大了 我觉得我应该与时俱进 那也应该更精进自己 所以我就找了现在的工作 那现在工作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也非常快乐 因为一起工作的人员都很乐观 很正向 比起待在家无所事事 张妈妈说 二度就业可以接收新的经验与知识 也能从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 从来没有说打算要做到什么时候 我打算要跟大家一起 共同的努力打拼 一直做到我做不动为止 其实我非常鼓励大家二度就业 专业的家庭主妇 他其实在家里面 除了看电视 要嘛就是打麻将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正向的 不见得他要做正职的工作 那哪怕是计时的工作人员 都可以让他更成长 然后学习更多的东西 近年来服务业 引入大量的中高龄工作者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去年高龄者主动求职 是2020年的1.9倍 增幅达90% 中高龄则是1.23倍 成长23.5% 由此可见 有越来越多中高龄族群 追求老后的经济与精神独立 不愿与社会脱节 选择重启职场第二人生 根据统计台湾在2030年 相较于2020年 45岁以下的劳动力 将短少108万人 到时45岁至64岁的劳动人口 将增加到85万人 在少子高龄化的趋势下 中高龄者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职场高龄化 让55岁上劳动力成关键 但如何在步入中年后 活得优雅自在 也相当重要 人力银行就建议 中高龄者可以从马斯洛五大需求理论着手 在生理需求方面 每周要规律运动 并维持社交活动 若没有1500万元以上的存款 建议重返职场 让自己晚年每个月也能有一份稳定收入 但再次踏入职场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心态归零 放掉面子问题与自尊 展现毕生所学 并提醒年轻世代 我们在这一年中 对于我们中高龄求职者的会员统计 会发现他们有大概一半以上的求职者 并不是因为经济的硬需求 而重新回到职场 比较期待的是跟社会保持互动 或者是期待自己的价值 还可以持续的发光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回到 比较精神层面的 你能不能持续的跟这个社会保持 发挥自己的价值的这一块 台湾平均余命来到80岁 距离65岁退休还有15年的时间 考虑到通膨和医疗支出的增加 若想维持一定的生活品质 需要准备的退休金只会更高 人类银行就发现 有85%的中高龄仍有工作需求 而现在企业普遍面临缺工压力 因此像是住宿餐饮服务业 或是批发零售业 都把真材目标锁定在中高龄 50岁以上的族群 很多的产业现在非常的缺工 那会是比较着重在内需的产业 像是消费啊批发零售 那住宿餐饮这样的产业 那如果是想要转职的中高龄朋友 其实就可以从这样的产业进入 其实中高龄劳工 他们很多人其实原本就是预设 一个退休的一个年纪 不过真的到他们原本预设要退休的年纪的时候 其实他们发现退休了一两年之后 好像感觉这个退休金存的这个不够哦 表面上会觉得应该是很多中高龄劳工 在退休之后觉得生活比较无惧 想重返职场 不过我们调查发现是大部分的人 还是以这个财务的这个因素为主 造成他们要在这个重返职场来这个工作 传统六十五岁退休享福的观念逐渐改变 迈入高龄化社会 老后重返职场 也是另一种实现理想的生活方式 TVBS新闻 徐慧山刘彦宣台北采访报道 中医师提醒如果失眠睡不好 也可能是长新冠导致 你这个右手的脉相呢 这个村脉呢 比较浮 是属于我们的气管 或者皮肤方面呢 比较湿气比较重 中医师仔细把脉 左右手脉相都要了解 接着 舌胎是比较厚一点 有点薄白胎 但是还好不严重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点湿气的存在 晚上都睡不着都好痒 舌胎也能看出你哪里不对劲 中医师认为 身体有些地方会直接透露 五脏是不是累积过多的毒素 像是嘴破 口臭 便秘 舌胎黄 眼睛红 青春痘 牙龈肿胀等等症状 那我们的舌头里面像 如果有后胎啦 舌比较后的胎啦 或者舌肉是比较深的颜色啦 或者它有比较黄色的 那个机制在里面 它代表身体的一种热度在里面 如果说失毒的话舌胎是变白 那如果是更沉积90之毒 舌胎就是变黑啦 如果是那个嘴唇是比较 偏黑的 偏干的 那代表它的脾胃功能 或者大肠的功能 出现了一个热度 叫痴疮便秘的情形 中医师陈朝宗表示 想要排出五脏的毒素 除了食疗和中药 最根本的解毒密集 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 像是尽量摄取当季 和本地的新鲜蔬果 多吃白肉 例如鸡肉 鱼肉 减少红肉 像是牛肉 还有运动和多喝水 做席规律和每天睡饱 烹煮少用传统煎煮炒炸的方式 而是用蒸烫 清炒 凉拌等等方式做菜 煮菜或用餐时 尽量用铁质不锈钢或磁质的厨具餐具 不要使用铁芙笼 保利笼 或是不耐热的塑胶用品 我是热毒的 像比较口干舌燥便秘的 这种是暑热的 那这个时候这个吃什么呢 可以像吃绿豆啦 吃薄荷啦 菊花茶啦 绝名籽茶啦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养生的 但如果说你是吃毒 水分过多体内 积了太多的湿 那当然像艺人啊 嵌食啊 或者莲藕啊 不少人在秋冬免疫力会比较弱 出现一些小毛病 像是咳嗽 过敏 手脚冰冷 口干舌燥等等 中医师就建议可以食疗 加中药条理 在睡觉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它会有夜咳声 而且这个咳嗽 可能比较没有痰 就是干咳会有这个现象 基本上我们会多吃一些 滋鹰的东西 在食物上可以多吃一些白色 它可以入肺 可以入肺 比方说吃一点白萝卜 炖一点羊肉汤 是很不错的选择 或者是莲藕 这个都很不错 在药材里面 我们可以吃杏仁 然后我们这里特别强调 中药用的是苦杏仁 就是所谓的北杏仁 它可以润肺 宣肺 对咳嗽治疗效果也很不错 年轻它是 入我们身体 十二经络都入 而且它是双加生药 双加生药就是皮肤科生药 凡是皮肤的问题都可以找它 对 然后在皮肤上可以多吃一些 滋鹰润造的东西 比方说白木耳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这几个月 新冠疫情升温 再加上流感肆虐 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相当多 医院的中医门诊 来看长新冠的人 数多了二到三成 我们在里面发现 其实像最近我们遇到的患者 长新冠的族群 大部分蛮多是 气虚体质为主 那有些是因为某种原因 造导致它可能免疫功能 比较差 比较低下的状况 很多尽管是中年 年轻上班族的这样子 因为熬夜的一个 基础的状况之下 其实这样子发生了 长新冠症状的患者蛮多 那再来就是年纪大 长者大概65岁以上 算是蛮多 那这类患者的话 其实平常可能 状况比如说 睡眠状况可能还好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长新冠的一个状况 其实导致睡眠品质 突然的恶化 中医师高定一提醒 长新冠症状常会被忽略 像是失眠走路容易喘 注意力不集中等等 都有可能是新冠后遗症 早点就医 可以改善生活和睡眠品质 对健康比较好 TVBS新闻张智安王一杰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医生的新闻网站 中医生的新闻网站